草屯正立幼儿园111学年度第一学期在今天开学 会解决职业妇女的托儿难题 特别增设两岁幼童专班 提供幼儿平价优质的托育环境 同时也减轻双新家庭无法兼顾职场与家庭的压力 我们是公立幼儿园的第一先驱 先成立两到组岁的小朋友 整个硬体设备软体设备都有含爆线服 依据设立标准来做一些硬体设备的改善 我们希望家长能够持续地给我们支持与鼓励 让我们在幼儿教育往下延伸 可以永续地经营 也希望政长给我们继续地支持 在我们幼幼班的环境上面 可以增加设备更齐全 然后让家长能够安心放心 先生报道的第一天 有的安静地吃着点心 有的则因为父母分离焦虑而哭哭 老师们耐心地陪伴 做好万全准备来帮助小朋友们适应环境 他们入学来都是几乎都是在哭 因为刚离开家里 对于离开父母心里会有焦虑 所以他们用哭来表示 那我们的老师都非常有爱心耐心来带领他们 希望家长可以放心放手 教给我们的老师 我们老师能够用我们自己的专业 来带领这些小朋友 由于幼儿园入园需求年龄下降 县远蔡明轩感谢检政长 对幼儿教育的支持与推展 让双心家庭家长得意决决育额问题 本则教育初衷 启发病症进学龄前幼童智能 还没到学龄的学生 幼儿有一个幼子 比较友善的一个环境 可以让他们来学习 让我们上班族的妈妈爸爸 都可以有多一份的安心 也感谢我们共産这样的有心 特别为到我们的少年朋友来着想 开创我们的幼儿班 镇长检锦贤表示 增设幼童专班 期望将教育向下扎根 依据两岁幼儿状态与特性 引导幼儿身心适性发展 让幼儿在友善环境中 健康快乐地学习成长 记者洪一伦草屯采访报道